大概有一个六年级 六岁的小女生在家里玩玩锁玩玩玩玩具 然后呢忽然间外面有听到门铃声叮咚叮咚 然后妈妈就去开门 开门之后呢她在玩锁的时候呢 然后忽然间她妈妈转过来跟这个小女生说快叫爸爸 然后她就神情很很紧张 干嘛要叫我叫这个陌生的男人叫爸爸 难道我一直来我都是被人领养的吗 难道我本来的家庭本来的父母亲不是我的父母亲来的吗 她越看那个男人好像她的样子年龄 真的有点像跟我有点像 她就开始害怕起来了 然后她就心里面喊我不要叫爸爸 然后她的妈妈说 你傻孩子你疯什么叫你快点叫爸爸 然后她一直想的已经很紧张 然后旁边又坐着公公和婆婆 公公婆婆孩子乖去叫爸爸 哇她真的很无奈她就站起来 她就说她就六年级才六岁的小小女生 跟着公公婆婆说公公婆婆谢谢你的养育之恩 然后就跟妈妈说妈妈谢谢你的养育之恩 然后就跑向前抱着那个男人 爸爸 然后那妈妈 那妈妈转过来跟他讲 你疯什么我就叫你叫楼上叫爸爸下来 这个人要来修你马桶了 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以为很多东西我们知道了解 我们很多会错语的嘛 这叫表错情嘛 所以我兄姐妹 我希望你今天早上不要表错情 你来到教会 你要知道你来教会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找朋友 不是相约在一起 而是你来敬拜神来领听上帝的话语 Amen 然后把机会交给上帝的手中 天父我们感谢赞典你今天早上 我们再一次来把讲台聚会和讲道的部分 叫到你圣所里 圣灵你亲自来高默 亲自来教导 亲自来运行在我们当中 求主你赐赏给我们启示的灵 让我们能够看见你话语中的奥妙 赐给我们何时宜的玛娜 让我们在你的灵命里面能够成长 健壮 主我感谢赞典你 求主你恩高所有的兄弟姐妹 恩高你的仆人 恩高信息 奉耶稣的名 大家讲 Amen 正如我所讲的 我们已经来到这个系列 最后的一个系列 然后呢 还记得上个星期我跟你讲什么 教会 什么是教会 考考一下 看你们还有在吗 什么是教会 请问你们 请问谁是身体 基督是身体啊 哇 寥寥 谁是身体 我们是身体 OK 你是身体啊 跟你旁边讲你是身体 跟你旁边讲 再次讲 要不你们就忘记了 你是身体 谁是头 基督是头 是谁的头 教会的头 Amen 所以我们有个这个身体的原则和概念 教会原来不是一座建筑物 教会原来不是一座会所 教会在希腊原文叫做Ecclesia Ecclesia意思是说 Core One 是上帝从万万人中挑选 卷选了我们 叫我们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祂 这座教会 如果今天这个建筑倒掉了 没有胡所谓 圣经讲 耶稣说 如果你奉我的名两三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在你们当中 所以这才是教会 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绝对不是一个会所 Amen 所以我们来到今天 我们来看教会 以教会的原则 身体的原则来看 圣经怎么说 我们来读一段经文 非利门书 如果你有圣经打开 非利门书 第十节到二十节 短短的一个经节 我以圣经和本来读 就是为我在魂锁中所生的儿子 亚尼西姆求你 他从前以你没有益处 但如今以你我都有益处 十二节 我现在打发他 亲自回到你那里去 他是我心上的人 十三节 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 在我为父音所受的捆锁中 替你伺候我 但不知道你的意思 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愿意这样行 叫你的善行 不是处于勉强 乃是处于甘心 十五节 他暂时离开你 过着叫你永远得着他 十六节 不再是奴仆 乃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弟兄 在我实在是如此 更何况你呢 这也不居按着肉体说 是按主说 十七节 你若与我同伴 就收纳他 如同收纳我一样 十八节 他若亏付你什么 过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帐上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我并不用对你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你我 二十节 弟兄啊 忘你使我在主里 因你的快乐 并忘你使我在我的心里 在基督里畅快 阿们 首先我们来看 什么是基督身体的原则 什么是基督身体的原则 那如果你回顾以前 我们从第一个系列到现在呢 我们回顾一下 保罗在写信的时候 这里有一些技巧你要明白 你要知道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 在第一章第一节说 为基督耶稣被求的保罗 同提摩太写信给我们 所亲爱的同工菲利们 和妹子亚非亚 与我们从当兵的亚基布 以及在你家里的教会 愿恩会平安从我们 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第四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 你会看到呢 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呢 都是讲到我们 我们看到保罗在写 其实你了解呢 整本菲利门书 其实是保罗在写的 可是这里特别强调说 我们写信给你们 他跟谁在一起写 同弟兄提摩太写信给我们 所亲爱的同工 然后第二节说 以我们同当兵的 你看啊 保罗在这里写我们 就是说一直以来我们 在看的时候 以为这本书信呢 是保罗写的 没错是保罗写的 可是他很强调说 我跟弟兄提摩太 一起写信给你的 可是如果你从第四节开始呢 从第四节到最后一节呢 二十五节呢 从那里开始呢 他就开始用我了 我祷告的时候 特别提到你 常为你感谢我的神 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别呢 从第一节到第三节 从第四节到最后一节呢 都是用我了 之前会用我们 你看呢 一个真正认识 基督肢体的人 教会是肢体 然后他是一个 不单独行动的人 虽然保罗单独向斐利门求情 可是他仍然 要提摩太和他一起 站在一起 许多人呢 的问题 通常今天是怎样 今天有祸的时候 很多人有祸的时候 才想到要其他人 其他弟兄和他站在一起 可是有功劳的时候啊 有灵赏的时候呢 却是一个人独自的去领功 所以教会的肢体不是这样 教会的肢体是一个团队来的 教会的肢体是我们是一起的 我看过去很多的教会历史 包括现今都好 那些个人的很个人 或的伟大的传道 传道家 布道家 信奋家也好 那里上帝重用的 如果他们是一个人的 他们跌倒的机会也很多 但是 如果是团队的 就不容易跌倒 因为旁边的弟兄 站在一起跟你 看着你 你也看着他 互相的勉励 互相的鼓励 互相的一起来 建立上帝的国度 你就不容易被魔鬼 留下地步 所以保罗 你会看到呢 保罗写给 水利门的时候呢 提摩太可以不用收获 但是他一定要提摩太 在那里 站在那里 跟他一起 保罗没有单枪匹马 整个信的内容 你可以看得出来 是他在写的 但是他还是要提摩太 跟他站在一起 这就是基督身体的原则 提摩太可以暗中为他祷告 提摩太可以暗中 跟他站在一起 叫他能够讲得很清晰一些 这封请求信 然后呢 正如好像五旋节 记得五旋节吗 五旋节的时候 当圣灵充满这个教会 当圣灵充满这些十二个门徒 和一百二十个人的时候 当人家在讥笑说 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溉 他们喝醉酒而已 然后彼得圣经讲 彼得和十亿个人站起来 说 但是你会看到你读圣经的时候 其实是彼得一个人在说 一个人在讲道 可是十亿个人 背后的十亿个人 却跟他站在一起 同一个阵线 这就是身体的原则 十亿个人 其可能没有讲任何话 保罗 只有彼得在讲 这就是讲道 基督肢体的原则 自从保罗认识基督了之后 他就不能做一个单枪匹马的人 他知道写这么的一封信 这么一封的诗函 我们知道不光是保罗在那里 还有提摩太在那里 保罗不是一个自作自私的人 就是自以为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而已 保罗不觉得圈天底下 什么人没有都无所谓 可是至少起码 他需要有一个人叫提摩太一大 好像陈毅连昌的至少还有你 他的心情是这样 起码我还有一个提摩太 跟我在一起 一起写这首 这就是身体的原则 这就是一个被打的原则 什么时候 你宝贝一个姐妹像一个姐妹 你宝贝一个弟兄像一个弟兄 你就是认识身体原则的人 你大家都是互相做肢体的人 阿们 然后我们来继续看下去 在教会里面没有一个称呼 比叫一个弟兄的称呼 更贵宗更尊贵了 不是因为在教里面 是某某牧师 大牧师 主任务师 那个身份和那个称呼 最尊贵 在教会里面 在圣经里面的形容 最尊贵的称呼 就是兄弟姐妹 没有比一个这样的名称 更选为尊贵了 感谢神 你是弟兄 你是姐妹 所以转过去 如果那个姐妹 跟你讲你是姐妹 你那个弟兄 你是弟兄 跟你讲这个 这边是没有姐妹 这边是没有弟兄的 OK 就是这样 你是弟兄的姐妹 称呼是最尊贵的 所以认识基督身体的人 人啊 就是彼此相 认识彼此相爱的人 我们讲到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那个关系就是爱的关系 应该彼此相爱才对 所以当我们读到 斐利门书的时候呢 挺有意思的 圣经讲 保罗说 有同弟兄提摩太 提摩太是弟兄 然后那个 斐利门的太太 叫亚非亚也是姐妹 我们知道 那个提摩太是犹太人 亚非亚是女人 是外邦的女人 但是 两个人都不同肤色的人啊 可是 他们却有同样 同有一个生命 那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他们里面 所以我们不能不爱我们的弟兄 虽然他的见解可能 很可能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仍然要学习爱 弟兄和姐妹 接下来我们来看 爱的根基 尊重是爱的根基 所以圣经在14节说 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我就不愿意这样行 叫你的善行不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保罗虽然有需要 但他愿意顾到斐利门的感受 他说 但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保罗是一个上帝重用的仆人 他知道神的意思如何 他也知道自己的意思如何 保罗也知道 亚尼西姆很乐意很愿意 在那里伺候保罗 留下来伺候保罗 但是他说 我不知道你的意思 一个人可以找到神的意思 那么他是不是就可以做任何 什么东西都可以做了吗 为所欲为可以做了吗 不是 因为他不知道斐利门的意思 所以他就不做 今天教会的问题 宋姐妹之间的问题 不是做的太少 而是做的太多 人的作为太多了 神的作为就看不见 以至于产生不必要的伤害 所以宋姐妹 让我们来写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他所受的限制是基督身体的限制 这就是一个活在基督身体的人 活在意象底下的人的表现 许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的旨意 我们就做了 但我们不管 兄弟姐妹的感受怎么样 我们就做了 你看见 保罗他顾到斐利门的感觉 他自己 他自己知道 他明白神的旨意 但是因为他不知道斐利门的意思 他说 他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 你的善行不出于勉强 乃是出于甘心 所以 如果斐利门 有那么一点点的不愿意 不甘心 他也不要 保罗相信 只要他吩咐 斐利门一听听 但他不要斐利门 在权柄底下 顺服 只要他有一点点的不愿意 保罗也不要 所以 保罗的的确确 是一个尊重身体里面的每一个肢体的一个人 他不是因为他是使徒 他不是因为他有权柄了 他总是服在基督的权下 受身体的限制 当然有一件事叫斐利门心中很不快乐的 那就是斐利门 是斐利门心中永远的痛 也就是当时怎么样 亚尼西姆对不起他 怎么样的亏欠他 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讲是耿耿于怀 一直叫他过不去 所以保罗很懂得 所以就试着开解他心中的那种结 我们来看 去看下去 接下来我们来看 十五节十六节 千错万错还是弟兄 第十五节他说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仆 乃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弟兄弟 我实在是如此 更何况是你 这位不拘 是按肉体说 乃是按主说 保罗对菲利门说 神已经将他 将亚尼西姆带回你的身边了 现在一个问题 那么你要不要永远得着他呢 永远得着他的意思是 这个奴仆不再是 不会再离开你了 由于基督的生命 进入了这个人里面 这个人 所以这个人不会离开 不是因为他不要离开 不是因为菲利门能做些什么 而是他叫他不离开 圣经说 你永远得着他 不是在得着一个奴仆 下面说 他不再是奴仆 你在得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是奴仆了 乃是高过奴仆 是亲爱的弟兄 来跟旁边讲 是亲爱的弟兄 不错 他仍然仍旧还在服侍 可是 就好像其他的奴仆一样的 做事情一样 但是不同了 以前他做的努力 主人在身边 他在身边的时候 他就做 他完全是在主人面前做 主人不在他就懒惰了 可是现在不管怎么样 因为他 亚利西姆已经是改变生命中 生命中有主耶稣的生命在里面了 有天上的主人在看着他 不管菲利门有在 没有在都好 他都很努力的 不是做眼前的侍奉 而是好像侍奉主一样的侍奉 菲利门在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服侍 不在的时候 他也照样服侍 你在天底下 也找不到这样的努力了 保罗斯要告诉菲利门说 虽然你失去了一个努力 今天你得着了一个亲爱的弟兄 这是主为你做的东西 你要他仍然是你的努力呢 还是要得着一个亲爱的弟兄 在这里是我们就看到 基督的爱在里面 有时候我们可以对待 兄弟姐妹说 你是一个陌生人 哎呀我们好像是每个礼拜都见面 很熟 但又是很陌生 因为一个礼拜见一次 我们都没有打招呼 我们没有像皮子问候的 我常常讲 我们不要做熟悉的陌生人好不好 很熟但是很陌生 其实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所以你有两个选择 一你就完完全全的每个礼拜来 都是这样 我做好我的工作 我做好的部分 我有来教会就OK了 还是你想做的更多 你想得到亲爱的弟兄吗 你想得到亲爱的姐妹吗 那么我觉得你应该更进一步的 提起你比较主动的去关怀 关心 当你关怀人家 关心人家的事情 或者那个人的时候 自然而然的 你也被人家来关怀和关心 Amen 所以我觉得宋姐妹你需要这样 你不要以为你可以 你可以选 可以有选择 要你就好像你是 每个礼拜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情 还牧师今天讲什么道 喝不喝我的口味 喝我口味感谢神 不喝口味 哎呀就浪费掉我的一个礼拜的心情了 但是 你可以选择 你今天来不是为了听到 为了要吃饭 吃菜 今天有什么菜色可以吃 而是你今天可以做一个亲爱的弟兄 亲爱的姐妹 Amen 然后我们去看下去 然后 那 我完全明白了 我不知道这里家 你们这里当中有多少个家 家里面有请过女佣 因为这边讲到努力嘛 你家里有女佣啊 有阿桑的啊 有家里很好命啊 有工人的啊 你就明白了 有些 你请的那些女佣 不要说你家里有没有女佣也好 你从常常看 从报纸里面也看得到 那些女佣怎样做啊 你 你对他很好啊 他里面啊 他煮东西啊 放一些东西给你进去啊 还是种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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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有很多的经历啊 我们知道 保罗在讲的就是这样 你希望他是一个奴隶呢 还是得到一个亲爱的弟兄 我还没做务事之前 我大概十年前 200年 我 那段日子我常常去印尼 因为我在办理那印尼女佣的工作 然后 把那些女佣过来做工 那么我 我的女佣是很抢手的 为什么 比一般的人还抢手 因为 那个 那个期间 2000年前啊 不是2000年前 2000年的时候 我2000年我就老佣 我老佣 怪了我老不死 2000年的时候呢 那时候很抢手什么 Christian命 基督徒的女佣 很多人 很多人要基督徒的女佣 而不是要Islam的 通常 现在你有的那个女佣 都是Islam的 为教徒为的 为什么 基督徒的女佣 会比Islam的女佣好呢 因为基督徒的女佣 她不用星期五祷告 然后她可以吃肉 那些Islam不能吃肉 所以我们佛人啊 比较喜欢Christian命 基督徒的女佣 因为可以一起吃肉嘛 所以可以一起 然后星期五不用给她休息嘛 所以就比较活算 所以很多人都喜欢Christian命 我就搬你这些Christian命进来 所以我就感觉到 你看当一个人 我当然不是说 所有的Christian命都是好的 但是我所看到的 我所带领的 都是从教会帮助她们 因为她们教会很穷 家里很穷 她们为了要生活 要赚一点钱 我拿回去给她们的家乡 这些姐妹都出来了 出来了这里工作呢 然后我特别照顾她 我不当她们是女佣 因为我有责任把她们干部拿 带她们出来 然后就帮助她们 在这里生活和 这里聚会和 这里找工作 然后我看到这些姐妹啊 这些印尼女佣 那些姐妹都很好的 都很愿意服侍 她们态度和心态 因为她们敬畏神的缘故 害怕神的缘故 她们都比一般 那些所谓 从印尼过来的 伊斯兰的 回家的女佣 好很多 所以你就会看到 一个有生命的人 和没有生命的人的分别 阿们 我们继续看下去 尖纳 我们今天要讲尖纳 饶 不只要在里面 保罗写信给菲利门书 菲利门说 你不仅要饶恕 饶恕人很容易的 sorry 不要 不要搞工我 sorry就算了 但是今天上帝的基督的爱 讲到 讲强调不是饶恕而已 饶恕很多人都可以做的 好啦 算了 大人有大量 原谅你 等等我不跟你好了 我不跟你讲话 上帝今天上帝的标准 上帝要求我们的原则 不仅是要饶恕 而且要接纳 我发现到 圣经有很多的字眼 很多的名词 包括恩典啊 包括怜悯啊 包括爱啊 慈爱啊 很多很多的名词 但是我觉得 接纳在圣经里面 是圣经里面最美的一个字 接纳 acceptant 另外是 在17节他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你就接纳他 如同接纳我一样 保罗讲明了那么多 摆明就是一个 就是要斐利门 能够接纳亚尼西姆 他说 你若以我为同伴 你就接纳他 如同接纳我一样 如果你能够接纳他 就好像接纳我一样 如果你看得起我 你就觉得他能够能接纳的 因为 为什么呢 因为 尼亚尼西姆是我心上的人 尔利尔 这只有跟女朋友讲过了 你是我心上的人 但是保罗说 这是我心上的人 你看到 你看到 保罗现在将自己和 尼亚尼西姆 放在同一双鞋里面 英文说 你没有穿我的鞋子 你不知道 对吗 现在保罗以自己来做尼亚尼西姆 来求斐利门 你接纳他 你穿斐 保罗不是一个来说空话 说大话的人 他赏识站在尼亚尼西姆的立场 站在尼亚尼西姆的角度 去求斐利门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 保罗将自己和尼亚尼西姆 摆在同样一个鞋子里面 和尼亚尼西姆同样一个命运 同样一个生命 同样一个遭遇 什么叫弟兄相爱 什么叫认识基督的身体 认识基督身体就是接纳很难接纳的亚尼西姆 这就是接纳 你能 我不知道你有看那些 怎样讲啊 那些综艺节目 香港有一个综艺节目叫福路寿 不知道吗 福路寿 你们真的很属灵 你们没有看综艺节目的 牧师有看综艺节目的 那个综艺节目有一个有三个人的 一个很矮的叫名字 矮的叫名字 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 有三个综艺节目的人 福路寿 有三个 他们很喜欢伴女人的 叫名字 很矮的叫名字 综艺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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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就是 中间有一个是比较高比较瘦的 我忘记他叫名字了 一个是比较胖的 那个比较瘦 中间比较瘦比较高的 那个常常讲的 我接受不到 接纳是一个 接纳你能够接纳的东西 是很容易的 我接受到咯 这样就没问题咯 可是接受 接受不到的 接受不住的是怎么样 还是要接纳 因为圣经讲 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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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能够接纳 他原因在那里 因为神已经把他生了出来 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 他是亲爱的弟兄 所以今天千错万错 都是天父把他生了 你没有得选择 你有选择跟你 你们四个兄弟姐妹 四个兄弟 你有选择吗 我很恨啊 早知道我不要跟你做弟兄可以吗 不可以的 因为就是生出来 在这个家庭里面 对不对 那我就说 如果我有得选择 我不要做你的弟兄 不可能的 对吗 不可能的 所以家庭就是这样 所以你在属灵的家庭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 上帝的家庭里面 你有没有的选择 如果你今天不跟和好 你跟他 不接纳他 你回到天堂 还是要看到他的 难道你到天堂的时候 你走 左 你看到 看到他 你左一面 右一面吗 没有的 你还是要面对他 你还是要决心 我的理论是这样 反正你回到天堂 还是要看到他 还是要 臭臭逮 还是要接纳 没办法的 你要是接纳 这是接纳 所以 一个有基督的爱 开玩笑 反开玩笑 但是一个真的有基督的爱 真正有基督的爱 在你里面呢 从你如何接纳一个人 身上 能看得出来 然后呢 不管我这个弟兄啊 在外面做乞丐也好 他在外面是贫穷 还是富贵也好 依然是我的弟兄 他跟我的看法不同 是我的弟兄 他跟我自同道合 也是我的弟兄 我们为什么要 彼此接纳呢 因为我们有共同有 同样的一个生命 共有的生命 Amen 看下去 所以呢我们看 我们这里看到呢 当你拒绝身体上的任何一个肢体 你就是拒绝所有的人 所有的肢体 因为保罗说 你接纳他 像接纳我一样 如果你能够接纳保罗 你自然而然 一定要随时接纳 Amen 今天 你生命中有一些人 你认识的 在教会里面 你不能接纳的吗 今天上帝的话语说 你要接纳他 在神的感觉里面 尼哈尼希姆和保罗是一样的高 一般高 是排排座 是一样的 所以在教会里 我们应当彼此接纳 凡基督所接纳的 我们非接纳不可 虽然有些人不可爱 真的看到他很不可爱 可怜没人爱 不是啦 他不可爱 虽然有些人的看法 与我们不一样 但圣经没有告诉说 只接纳那些能够接纳我们的 和我们看法一样的人 我还记得我 我为什么会 去了教会 我为什么会待在教会呢 我为什么会很快 很马 很快的 在很快 短短的时间里面 来接受耶稣 那我是 大家都知道 我是天生有一些缺陷的 我的右手和右脚 伸出来是这么样 因为我妈妈 我生母 我生母 为了要剁胎 把剁掉 然后就 拼命吃药 然后吃药 我又很顽皮的 很想来这个世界 所以 即管吃了药 我还是走出来这个世界 来看这个世界 我因为什么 我因为我有 我有上帝的使命 我要完成上帝 要给我托付的 这个工作 所以 我感谢神之说 虽然我右手 右脚有一点缺陷 但是我右脑还好 感谢神 我还很正常 所以 所以我讲什么呢 我从小到大 我从我母胎里面 我妈妈就拒绝我了 不接纳 是吗 我一生 我没有的选择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一开始就被拒绝了 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从小到大 跟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 我从小都被拒绝了 因为看到我 一直被拒绝了 哎呀你不可以玩 这个游戏你不可以玩 你不能玩 然后我上学上了学校 我的老师又特别 不特别关爱我 in the sense 哦 这个是因为我是异类 aliens 很多东西你不能做的 所以你坐在一边 体育节你坐在一边 所以 我从小到大 我都会感受到 那种rejection 那种的细绝的感觉 当我来到教会 我第一次 从我十多岁里面的 生命里面 第一次被接纳 在教会里面 唯一能够让我感觉到 被接纳 我很欢迎 教会里面的人 真的很有爱心 很受欢迎 你知道这样 每个赞你来了 欢迎你 跟你握手 问你好不好 你吃饱了没有 这是完全 我很快的被 很快的就被上帝的爱 涌纳进去 所以 兄弟妹 他说 他亏负你什么 或欠你什么 都归在我帐上 保罗说 我必偿还 保罗说 你不必再记过这件事情 他所欠你的 都算在我的帐上 我真希望有这样的帝兄 以后我去外面借钱 可以找他 算他的帐上 他说 我必偿还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以前 人啊 写信啊 都是带笔的 保罗啊 因为总是有一个书童 所谓的书童 来跟他在一起 所以呢 保罗很多的书信都是带写的 就是啊 他讲了 我现在写信给 以佛所教会 然后愿恩惠 他那旁边就在 抄了 现在写了 但是啊 这里啊 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保罗不放心 所以他补上这一句 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前面的 之前的 第十八章之前的前面的 是不是保罗写的 我们不知道 但这一句话 我必偿还 这四个字 是我保罗亲笔写的 他表示慎重 他表示很认真的 对斐力们说 我必偿还 这个是我亲笔写的 我读了 说我很感动 在教会里面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互相做肢体 到底我们有没有 活出教会的实际来呢 到底我们认不认识 基督的身体呢 就根据我们 能不能接纳一个人 我们看到 保罗已经接纳 亚尼西母了 因为他说 他是我心上的人 我不用对你说 他说 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 保罗提醒 提醒 匪利门说 如果你要算账 算不了的 连你都欠我的 因为 因为保罗把他传福音给他 带领他信耶稣的 我们知道保罗 爱亚尼西母的缘故 凡是亚尼西母亏欠的 那笔账啊 那笔款项 是不是很少的 否则的话呢 匪利门不会难过 那个损失一定是很大的损失来的 兄弟姐妹 那你想啊 我解释一下你就明白了 今天如果你是那个亚尼西母 你是那个家 那个家里面的奴隶 你要逃走 你拿主人的钱 你一定要拿 你能够下辈子能够养活你自己的钱嘛 对不对 这笔钱不少啊 不是两毛钱三毛钱的事情来的 他拿了一笔很大的钱 离开他的主人 因为他要靠这笔钱来养生 养活自己 我相信 我们相信 这一次的亏欠 不是普通亏欠 这一次的亏欠 是一个很大的亏欠 如果是点点几毛钱啊 保罗就不用写信 给匪利门求情 他一定是损失很大 所以保罗说 凡是他亏欠你的 都归在我战上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为什么保罗这样做 为什么保罗这样做 傻 他有钱啊 有钱没有地方货 不是 保罗为什么这样做 保罗这样做 没有别的是因为 爱 这个有年级的保罗 为基督被求的保罗 他的爱不仅在原理上 他的爱 是发挥在他行动上 完全的发挥出来 所以很多人 兄弟姐妹 很多人不懂得爱 包括在教会的弟兄姐妹 很不懂爱 以为 过来口中就是爱 常常那种的关心啊 关怀啊 先说你好吗 那种叫爱 不是 真正的爱是要付出的 真正的爱是要割到你的头 真正的爱是你让你 让你很麻烦的 我就很感受到什么叫爱 我们去帮一些人得到的结果 不一定是他回头来跟你感谢 谢谢你的 这路走来我们帮助不少的人 帮助那个人 反而那个人没有谢谢你 还背后讲你很多很多的坏话 都是他咯 都是这样这样这样 害到我这样 你爱他 反而害他 有时候真的有时候 如果没有一点点有基督的爱 真的很想 smatch那个人 给他拔 拔一千 你知道吗 不见吗 还好感谢神会有爱 我有基督的爱 爱心不是在你容易可以做得到的 爱心是 你知道你做到了之后 未必得到很好的鼓励和掌赏 你做了之后 那个人可能是误会你的 那个人可能是讨厌你的 你还是在做 那你问我 那不是有点阿Q精神吗 这样不是有点傻 傻傻傻傻逼吗 但是这就是爱 这就是爱 现在你看是谁损失的 是非利门损失吗 没有 保罗在财务上损失的时候了 他说他手跪都跪在我的帐上 轮到他的时候了 所以但为了一个弟兄 他愿意这样做 你看到吗 这里 从非利门里面 我们看到 充满着基督的爱 教会不是法庭 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来跟你从旁边讲 教会不是法庭 所以你在教会里面 你看到一个弟兄 他软弱他做错东西 你不要说 那你看到没有 你做错了 教会不是法庭 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阿们 所以 林肯学习 不要看人家的缺点 看人家的语点 哎呦 今天 伊比利你打得更特别好 他打错 我们不要讲 开玩笑 开玩笑 这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 所以整本非利门书 我们读完整个非利门书 你有没有发现到 现在的保罗 成熟到一个地步呢 叫我们想起一个人来 所以 耶稣基督 这里有一个人 几乎他的形象 他的生活 他的生命 磨成上帝儿子的形象 我们哪一个人 不是尼亚尼西姆呢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尼亚尼西姆 你知道吗 我们都是奴隶 我们都是陶奴 我们哪一个人 在没有得救之前 不像陶奴一样呢 但是我们主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他怎样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保罗在非利门书里面表现的 就叫我们想起主耶稣基督 钉在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身上所做的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亚尼西姆 主耶稣在他十字架上 为我们向父神祈求求情 他怎样求情呢 他若欠你的 或欠你什么的 都归在我耶稣基督的掌上 然后他用自己的保血 写四个大字 我必偿光 这就是耶稣基督 他用那自己的血 来写这四个字 清笔写这四个字 我必偿光 最后 让我做一个解释的时候 当你不学习接纳的时候 我告诉你 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我不是拿圣经来 来吓唬你 但是这的确是圣经的 圣经里面所写的 圣经讲什么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节 他讲说 你这不用的仆人 丢在外面 黑暗里 那里 必要哀哭切齿了 然后在路加福音第三章二十八节 他讲说 你们要看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和众先知 在神的面前 你们却赶到外面 在那里 就必哀哭切齿了 兄弟姐妹 你看到没有 当我们不接纳的时候 你想一想 一天你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 上帝不接纳你的时候 他说 我把你丢去外面 赶到外面 外面 注意这外面两个字 外面就是不在里面 外面就是不被接纳的角度 你们就要哀哭切齿了 你们有试过哀哭切齿吗 回去捏一下 可以捏到哀哭切齿 你你你 Houston first 你你啜两多实眼熟 然后咬你的牙齿 用牙齿来磨你牙齿 哈 elastic itsering 先学习 哀哭切齿的 接纳 弟兄 免得将来你在神的面前 哀哭切齿 会断入轮入 你avНА 我们先想吓 Calling 切齿 接纳 那个不能接纳的人 然后为什么说接纳是最美的日子 我们来看西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 这里有啊 西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 因阿亚伯 亚伯因这信献祭以神 比该隐献上更美 献上的所献的更美 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 这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 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然说话 我并不是空白讲话的 接纳真的是圣经里面是最美的一个日子 因为不是我讲是上帝讲的 上帝圣经有两个人 圣经里记载有两个人 一个是亚伯因是该 亚伯将他的祭物献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接纳他 上帝接纳的时候 他说这是最美的 所以接纳是最美的日子 然后盖颖将祭物献上之后 上帝不接纳 盖颖的祭物 结果盖颖什么 盖颖很生气 嫉妒妒忌 他就把他的弟弟杀死 所以 为什么我们要接纳 为什么我们不只要饶恕 而且要接纳 因为免得一天我们不被接纳 被丢在外面 被赶到外面 我们就哀哭切齿了 所以接纳是最美的 跟旁边讲接纳是最美的 你能够做一个接纳的人 你就是一个美女 你是一个帅哥 帅哥在这里 你是帅哥 你是美女 不怎么讲的 圣经里面的定义的美 不是那些外在的美 美是你能够 一个宽宏大量 能够接纳一个人 叫美 你要做帅哥吗 你要做美女吗 不用用美容品的 要做美女和帅哥 要有个宽宏大量的 来接纳你的弟兄 接纳你的弟兄 阿们 来 我们做一个最后的结束 饶恕与接纳 我们怎样饶恕呢 为什么要饶恕 因为我们同有一个生命 谁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 然后 要接纳 因为天父也接纳了我们 如果你不接纳的人 天父也不接纳你 来 我们一起 站一起来 我要请事情帮忙摸一下